嗨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Huan 前陣子我在逛蝦皮的時候 無意間看到一台二手的華岩公控機 售價1500元,型號是ARK2121L 那我稍微去查一下它的規格後 發現它搭載的處理器是Intel的SERON J1900 四核心的低功耗處理器 那處理對公控機的好奇 加上它的售價也還算OK 所以我又是招慣例的低血糖 然後我眼前突然偶按名 不過沒幾天後,包裹就莫名其妙送上門了 一如既往的套路 那今天我們就來實際玩看看 這台二手的小機器,它有怎樣的性能表現 那就我們趕快繼續說,再開始 好,那接著我們就來開箱 這次賣下用的包裝的箱子是這個什麼 苗栗的小農農場 結果每次這種二手零件它的外包裝都是蠻奇特的 好,那接著就把它打開來看看 好,那裡面該有的防震措施也沒有少 所以還算OK 喔,有點重啊 這比我預想的還要重 這真的是有點 體積有點大的誇張啊 呃,怎麼說呢? 它低眼給我的感覺,比我預想的還要大很多 而且重量還不輕 很難想像這是一台搭載晒洋處理器的電腦 那剛剛提到它是公控機 也就是應用在工業控制領域上的電腦 我不用解釋太多 大家只要看到它上面滿滿的序列布 就可以明白了 它可以用來連接各式各樣的工業設備 所以既然作為一台公控取向的電腦 它的外型以及接口配置 自然就跟一般電腦相差很大 首先因為它是無風扇的坎路式系統 所以在外型上配備了大面積的散熱片 同時也作為它的上蓋 加上說它可能會安裝進去各式各樣的設備裡面 所以機器的兩側 還有延伸出固定座 讓你可以把它牢牢的鎖在任何設備上 永世不會分離 那公控設備 免不了會有物電網的需求 雖然它本身也有自在天線 可以以無線的媒介傳輸資料 不過因為它是二手品 賣價值提供跟天線 另外一邊就沒有給了 那也好在我手邊最不缺這種小零件 隨便拿一根之前買的補上去就沒問題了 接著我們來看它IO部分 因為畢竟是公控機 所以除了序列布很豐富之外 其他接口就顯得弱一些 USB口總共只有四個 輸出接口給一個HDMI、一個VGA 都算是勉強夠用 不過RJ45的網路孔倒是給到兩個 速度還是Gigabits的 這也是我會落手它的主要原因之一 之後再跟大家說為什麼 那機器背面的部分 除了剛剛提到的序列布之外 另外一邊就是電源孔 那這個電源接口 除了規格稍微特殊之外 我們開頭在開箱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發現 賣家它並沒有提供電源 所以這也是入手它之後 所要處理的問題 那我們後來有去查詢它的電源規格 這種接口 採用的是菲尼克斯形式的接線端子 那它貌似也被廣泛應用在公共領域 因為它的接口帶有卡扣 當你接上去後 有多一層保護措施 不會因為你不小心去扯到線 結果再導致整台電腦被斷電 那雖然麥家那邊沒有附電源 但是我已經確認它的供電規格 接著要去電子拆二行 買個對應的端子口 再魔改一下手邊沒在用的變壓器 理論上就可以讓它開機了 那聊完外載後 接著我們來看內載的部分 先把頂蓋及側邊的螺絲轉開 這樣就可以把頂蓋拆下來了 電腦內部可以直接看到J1900的晶片 以及一條4G的DDR3L的記憶體 那他們都同意由散熱頂蓋做直觸 來做被動散熱 這樣仔細看還真的是很誇張 J1900的TDP也不過才10W DDR3的記憶體發量甚至更低 結果它竟然用到這樣巨型的散熱片去壓 依我自己推估 這片散熱器起碼也能解到至少30W的熱 拿來壓J1900真的是太奢侈了 不愧是公控機 設計思維跟消費平台就是不一樣 無風扇的被動散熱 搭配厚重散熱片 雖然讓整個機制顯得很笨重 但是對於需要長時間 處於惡劣環境的機器來說 這樣的設計不但能減少灰塵的入侵 並且不需要擔心散熱器故障的問題 那接著我們看到背面的部分 它這裡的螺絲也是可以轉開的 放開背蓋後 還可以看到2.5吋硬碟的安裝架 上面有一顆華銀原廠的32G SSD 以及MSATA的擴充口 所以這台電腦它並不是準系統 像是記憶體以及硬碟它都有附在裡面 這樣來看1500的價格 買到完整的系統確實還蠻不錯的 畢竟這台原價 我看大概要3萬塊左右 那個性價比的香味瞬間就飄出來了 然後是MSATA接口的部分 這要特別留意的是 雖然它兩個接口長得是一模一樣 但實際上右側那個是走Mini PCIe通道的 並且上方還整合了SIM卡插槽 而左側那個則是走SATA通道 也就是可以拿來裝硬碟的 兩個插槽似乎不同用 那原廠這邊有附一張類似網卡的東西 上網查一下它的規格 才知道它是行動網路的模組 也就是可以支援4G LTE的網路卡 而且它背面這裡,還能安裝一張SIM卡 也就是說你可以把手機的SIM卡給裝進去 理論上它就會變成一台可行動上網的電腦 實在是有夠酷的 不過唯一讓我不解的是它把這張PCIe界面的網卡 安裝在MSATA插槽上 那我後來又把它換回PCIe的那個插槽 但是由於原廠官方那邊已經不再提供驅動下載了 所以我最後也沒有成功去識別到這張網卡 實在是有點可惜 如果大家了解這是甚麼狀況的 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說,我也非常感謝的 那大致看完這台電腦的內部規格 其實它的擴充性還不錯 能加上到8G的記憶體 並且硬碟還能裝到兩顆 這甚至是要筆尖我的內容筆電了 那接著我也看了一下它內部的PCB佈局 整體J1900的本體,就是左側的這塊PCB 那右側的那塊則是它的電源接入口 因為變壓器已經外接了 所以內部自然就不用再放入各種電路元件 那這時候它上方這邊的連接處 突然吸引了我的目光 這個40片的接口好像在哪裡看過 覺得非常的眼熟 它不就是PC電源上面的CPU供電接口嗎? 所以我也直接拿手邊的電源來測試 果然跟我預想的一樣 它是可以直接接上去的 仿代接口的形狀完全一模一樣 其實在它官網的datasheet裡面 就有說電源是使用ATX規格的 這樣來看,它的接口通用也是很合理的 所以理論上來說 假如我將外接電源給通電的話 說不定就可以直接開啟這台電腦了 好,那其實本身上線都已經配置好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開機看看它們不能正常啟動 那首先先開電源 好,電源開始作動了 之後再開... 欸? 它直接... 它直接通電就直接開機了 所以它沒有經過我的那個... 所以代表說這台是沒問題的 所以代表它目前是一通電之後它就直接開起來了 都還沒有經過你也不用手動開機什麼的 驚喜總是來的特別突然喔 當我一開啟電源之後電腦就自動開機 我都還沒來得及按下開機鍵 不過用這樣子的接線形式 也代表每次通電它都會自動開機 也是會比較麻煩 這裡我會這樣接 單純是為了測試一下電腦的狀況而已 如果之後要正常使用的話 還是得把外接電源給搞起來 那接著我們就來逛個系統 看看它在Windows環境下的性能表現 那這裡為了測試方便 我這裡預先把硬碟更換成我手邊的MX500 不然原廠的32G真的太小了 逛完Windows後空間基本就滿了 那等候一段時間後,系統順利安裝完 先來簡單操作一下 整體沒什麼問題,都還算是流暢 開啟系統上面的操作都沒有明顯的卡頓 開啟工作管理員後 基本的硬體資訊也都正確 網路孔的部分也有真實識別到 速度上算反應慢了一些 但是是可以正常運作的 J1900雖然是一顆八年前的老賽羊 但是它本身擁有四顆實體核心 還是有一定的基礎性能 跑個Windows系統依舊是OK的 那接著肯定是要來跑個分 在Cinebench R25的測試中 J1900獲得多核140以及單核38分的成績 絕對是說不上好 這個表現甚至要弱於我老筆店的4200U 以現在的標準來看 就是文書中的文書中的文書 那接著我做了簡單的網頁瀏覽 雖然操作上的反應沒有那麼即時快速 但是也在可以接受表現 那此外我也嘗試觀看硬半片的YouTube影片 J1900是完全可以順暢播放的 並且佔用率在40% 所以拿它來做個基本文書 看個股票追個距是沒什麼問題的 那如果怕系統太戰資源的話 也可以改裝我之前提到過的Ubuntu 也是一個不錯的玩法 不過當然J系列的處理器 跟Atom系列的用途會比較接近一些 它們都是面向超低功耗的平台 並不是主打做上型電腦的 所以你硬要拿它來跑Windows的各種應用 老實說也不是它的強項 如果拿它來做一些像是收銀系統 廣告看板等等 包括開頭提到的工業設備連接 那它的性能其實是錯錯有餘的 那說到超低功耗到底有多低 我們實際來燒個機就知道了 這也是使用AIDA64燒FPU 從監測軟體中可以發現 這台公控機裡面的J1900 滿載實package功耗竟然僅僅只有2W 這幾乎是跟智慧型手機的耗電量差不多了 完全是低到不可思議 不過J1900官方公布的TDP是有到10W的 沒意外是這台的公控機 刻意的去調降功耗上限 畢竟是為了確保它能長時間的穩定運行 不過這對於喜歡搞事的DIY玩家來說 難免是覺得有些可惜 所以我們後來有去BIOS裡面 將CB的運作狀態調成Custom 並且開啟Turbo模式 但是它的燒機功耗依舊還是被陷在2W 不知道它這個運作模式的用意在哪裡 不過也是因為它的超低功耗 加上說我幫它換了我手邊最好的散熱貼片 所以它的燒機溫度最高也只有35度而已 涼快到幾乎要結霜了 如果以公控的角度來看 它確實是滿適合長時間運行的 不會有任何過熱降品的問題 至少是能確保它能穩定輸出性能了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我們已經大致的了解這台ARK211L 包括它的規格、擴充性以及性能表現等等 如果說把它單純作為一台文書機使用 也不是不可以性能還堪用 也算是對得起我的1500塊了 不過它真正的用途 絕對不止如此 我也不是單純買個電子垃圾回來拍影片而已 之後我還會拿它來做個有趣的企劃 它的用途將會非常非常實用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我是Huan,我們下次見,掰掰